今天星期的決策對於美匯指數的實質影響性你覺得會有多高? 高的,不過首先我想在一月的議息會中,或者二月份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其實都有幾次公開發言,其實我想都對市場慢慢地塑造了一個預期 我想他做過管理預期,其實一直都做得不錯的 他都算是清晰告訴大家他到底想怎樣 這次我想曾經你看到大家的心路歷程 其實說會不會因為通脹高的時候,可能要加息半厘 甚至一月份他可能有少少失言 我覺得有少少失言 我們餘下的議息會今年2022年都不排除會加息 所以當時大家猜過餘下還有七次的議息 那你就加了七次的息 加起來還有縮表,縮表又取代了加息的效果 同樣有加息的效果 所以市場是過分了,衝勁了這個加息的預期 後來當然大家會修正看法 因為見到,比如說這場戰爭其實大家都不想見到 大家就算不關事的,可能你說美國也好,其他世界各地的國家也好 對經濟的衝擊,其實大家都要重新去評估一下 你留意這兩個星期,其實很多的央行是異色的 包括澳洲、加拿大等等 其實都有輕輕提過烏和事件這件事 對經濟究竟有多大的衝擊 不過大家得到的答案就是大家都看不清楚 大家都沒評估到 要再看看 對,都是說高度不確定性等等 因為牽涉的實在是太多了 因為今年本身的主題 其實就是大家面對一個高通脹的環境 就想著央行可能要被迫進取一點 可能加息加得密一點,加得多一點 去壓個通脹線 但是始終有個副作用就是你加息太多 就會衝擊經濟力 因為大家的經濟其實都是剛剛在疫情後期 叫做復甦初期才慢慢的復甦 你加得太進取就會壓了經濟下來 現在無端端又有一場戰爭 可能搞亂了期貨市場 搞亂了農產品、商品的市場 進一步就是刺激了通脹 另一邊就打擊經濟 所以變了其實我想央行很多時候他們的能見到 一般投資者一定是看得遠一點的 但是可能這一刻來講 他們都是看不清楚究竟這件事的局勢如何 可能再需要一些時間收集多些數據才能評估到 但是他們就我想方向上面 在我的感覺上 沒有改變的 都是會繼續加息 因為始終通脹就是最重要 就是在眼前已經看到的一些 已經認知了的一些事實 現在只不過就是進一步令到通脹要進一步加劇 所以可能在加息步伐上面 他們就要先快後慢了 就是可能首先在前期上面 都要盡量加得快一點點 如果本身沒有想著加息的 可能都要提前加息周期 先去壓到通脹先 但是去到差不多就要開始擴慢 看看對經濟究竟負面情緒在哪裡 因為我想大家都明白就是 首先你加息第一次息 其實對經濟就不會有太大的感受在這裡 就是由零息到0.25厘 其實變化不是很大 但是當你加一加一加不經不覺 加到可能一厘兩厘的時候 開始你就感受到 例如說可能對消費的意欲 可能對企業來說那些投資的信心 或者融資的成本 開始感受到那個壓力在這裡 所以變成他們就在那段時間 開始要去拿捏 可能就會先快後慢按一按的通脹先